小镇频频发生奸杀案 数名少女深受其害 24年后才将真凶鸡拿归案 本期里搁带来电影《黑处有什么》 瞿庆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 她叛逆盲目又很强的求知欲 她和父母住在中原飞机场家属院里 她的爸爸瞿智诚是派出所的小法医 对于分析解剖非常着迷 看到猪肉摊的猪肉不新鲜 也会上前去分析一番 家属院内同住着张雪一家 张雪是瞿庆的同伴同学 但她的性格很遭人讨厌 只有混混赵飞平时总围着张雪传 但张雪只当赵飞是她的朋友 她们平静的生活 不料一起离奇的少女奸杀案 却打破了这宁静 一天人工河边莫名出现了一具被奸杀的女尸 围观群众议论纷纷 瞿庆的爸爸和张雪的爸爸一起查案 但两人办案手法迥异 瞿智诚作为法医讲究靠证据破案 他在案发现场一个劲的拍照 试图从中找到线索 张雪的爸爸张树林是一个退伍军人 他平直觉办案 他跟瞿智诚是死对头 他没有上前帮瞿法医的忙 还在一边一个劲地阻扰瞿瞿法医办案 瞿静因为好奇也来到了案发现场 但他没有因为看到血肉模糊的尸体而感到害怕 与之相比他更好奇奸杀是什么意思 他回到学校后 特意从字典上查了他的意思 这起奸杀案让学校告诫女生放学不要单独回家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瞿静 他如期地和同学们一起到静老院慰问老人 他们表演时 画着浓厚的妆容 戴着大头娃的面具 曲静在静老院表演完节目后 为一位卧病在床的老人讲故事 老人听得不耐烦 他转身从枕头下 偷偷拿出一本黄色书籍 让曲静阅读 他虽识字 却不知道书里讲的是什么 听得奇静的老人 还轻了曲静一下 把曲静吓坏了 事后曲静将这件事告诉了张雪 张雪怀疑老人就是那个强奸犯 曲静也有点怀疑 过了几天 曲静想调查老人 又来进老院帮忙浇花扫地 但没有见到老人 却碰上了学校主任过来取东西 看到了他助人为乐 无私奉献的一幕 张树林抓了个偷看女厕所的偷窥狂 张树林认定偷窥狂就是奸杀人的嫌疑人 曲法医觉得没有钻凶器冤枉错人了 张树林拿出一把刀说 这就是凶器 可一问偷窥狂 连刀多少钱买的都不知道 还总往张树林身上看 身上还有伤疤 这明显是驱大成招 曲法医觉得张树林为了结案 随便找人顶罪也太不负责了 竟然还说差不多得了 气得曲法医很不高兴 过了几天又发生了一起奸杀案 之前案件与之前案件作案手法完全一致 警察们意识到他们抓错了人 于是他们在运送偷窥狂路上 假装吃西瓜 故意让偷窥狂跑了 曲静跟张雪平时总是形影不离 曲静很羡慕张雪 她想要和张雪一样的自行车 但无奈老爸 以大车骑得快驳回了她的要求 某天曲静陪着张雪烫头发 在张雪的鼓动下 曲静也挑选了一个样式 但烫出来的效果却让曲静很不满意 她当场和张雪翻脸 于是曲静打算小小地报复一下张雪 她骗在课堂上睡觉的张雪说 老师让她上去写版书 张雪马上起来走到了讲台上 老师生气地和张雪吵了起来 并把张雪赶出了课堂 曲静没想到张雪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张雪的下落 曲静照旧上雪 并有时候到防空洞旁的空地唱歌释放情绪 这天曲静认识了一个 一直偷听她唱歌的男孩 男孩是一个高一的学生 在学校还往曲静抽屉里放了情书 男人越走越近 这个男孩陪她一起听歌唱歌 甚至还要为她录歌 但在录歌那天 她朋友的哥哥和一帮朋友 借来一盘黄色影片 那个男孩和他们就顺势看起片来 让曲静到另一个房间待着 但警察突然上门将他们都抓去了派出所 曲法医骂骂咧咧的到派出所领回女儿 导致曲静再也不愿和那个男生来往 看见她总是躲着 突然一天大家发现防空洞 又出现了一具被奸杀的女尸 尸体被蛇鼠虫 以长期的啃咬过 已经面目全非了 难以辨别身份 警察们怀疑死者是张雪 于是他们叫来了曲静询问 曲静坦白 赵飞和张雪走了最近 而赵飞曾经在防空洞里 向张雪求爱悲剧 于是赵飞被当作嫌疑人抓了起来 赵飞在言行逼供下被迫认罪 小镇里又恢复了瓶颈 而曲静因为跑去静老院做义务活动 获得了学雷锋奖状 她再次带着诡异的大头娃娃上台领奖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荣誉 而只有曲静知道她是为了找证据 曲静某天收到一张来自海南的明信片 她突然想起 张雪之前很向往海南 她猜想张雪没死 两个月后 赵飞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 而连还命案的真凶 也在2015年落网了 嘿意味着什么 到底有什么呢 就算你走到那个废弃的地下洞穴里 也未必真能找到事实的真相 真相永远只隐藏在时间和历史的背后 经过一个阶段一个时代 你才会渐渐的在心里找到答案 那么今天到这了 我是立歌 原作登展 照亮你心